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渔夫补到金规 渔夫心善放生 金规说 你儿子要杀你 故事发生在北宋景德年间 在小荒村有一个渔夫 大家都叫他张老汉 张老汉的捕鱼技术很是厉害 乃是附近远近闻名的捕鱼高手 小荒村只有一条名为万青河的小河可以捕鱼 有很多人不信邪 也不服气张老汉 于是便跟张老汉比试捕鱼 可无论比试多少次 到最后都是无一例外 每次都是张老汉赢了 每次都是张老汉所捕到的鱼最大 也是最多的 在外人眼里 张老汉很是风光 人人都羡慕他 但却谁都不知道 张老汉心里是有苦不能说 张老汉有一个儿子 名为张青 如今已二十多岁了 但却仍未婚屈 张青苦读多年 可却连个秀才都考不中 张老汉见此曾劝过张青说道 而啊 既然咱没有那个命 那咱就老老实实地当一介平民百姓吧 你想学门手艺 傍身也行 或是跟我学补鱼技巧也可以 为父多依你 但你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然有天为父老了 谁来养你呀 说到最后 张老汉情不自禁落下了眼泪 听到这话 张青不畏所动 手里捧着书 看了一眼张老汉说道 你这是何话 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我本是那翱翔九天的英雾 你又为何让我做那无用的驾桥呢 见儿子还是听不尽自己的良言相劝 张老汉也不再多说 只能含泪离开 张青每日在家什么活都不干 只知道手捧着书 然后每日摇头晃脑说什么子约诗云 张老汉已六十多岁的高龄 但还需每日外出捕鱼 然后回家生活做饭之后 家中才有热腾饭吃 眼见儿子日渐沉沦 张老汉心想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至少得要给儿子讨门亲事 一来可以为张家延续香火 二来说不定儿子讨了媳妇后就能有所改变 想到这 张老汉便开始四处打听 看谁家还有姑娘未嫁 经过多日打听 还真让张老汉找到了适合儿子的一门亲事 对方是个木匠 就住在邻村 名为李德 大家平日里都叫他为李木匠 李德生有一女 名为李湘 如今虽已方林二十五 但是还未婚嫁 相传李湘长的榜大腰圆 且言语粗鄙 性格暴躁 故而很多男子听到后 都纷纷不敢上门提亲 还对其避而远之 可张老汉心想 李湘虽有诸多缺点 但说不定刚好就适合儿子呢 毕竟按照李湘那性格 还真能管住自己那懒惰成性的儿子 但不料这是被李清得知后 李清却连忙白手拒绝说道 爹 那李湘你又不是没听说过 就他那样 我宁愿这辈子打光棍 我都不愿娶他 见儿子对这件事很抗拒 张老汉只能苦口婆心劝说道 儿啊 我知道你的想法 那这样 我们先去看看 若你实在不满意 我们再另寻他人 你看这样可否 为父也不知道还能陪你到何时 所以只有你成家立业了 我死时才能瞑目啊 眼见父亲说着说着 已经开始哽咽 张青想了一下后便同意了 为怕儿子反悔 张老汉次日一早便急忙到线上买了不少礼品 然后叫上村李媒婆和自己父子俩一同前去 四人来到李牧将家后 李牧将一见竟有媒婆陪同 顿时就明白了张老汉和其儿子前来自家是所谓和事 于是便赶忙笑着让众人入座 然后开始泡茶接客 其实对于女儿的婚事 李牧将心里也着急得很 不知是谁一直在外抹黑自己的女儿 导致自家女儿如今都已二十多岁了 但却还是无人敢去 而李牧将为人又很木讷 不爱说话 所以对于此事 虽心里很是着急和气愤 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李牧将往屋里喊道 女儿啊 快出来 家里有客人 李牧将话音刚落 就见一女子从屋里走了出来 女子虽没有角色容颜 但也尝得很是清秀 且为人也很有礼貌 一见到家里 有客人便急忙对众人行李打招呼 看着眼前的女子 竟一时之间把张青给看吃了 眼光一直停留在女子身上 李牧将和张老汉剑子 心里都很是高兴 自己一直烦闷之事 看来是可以解脱了 众人聊了好一会后 便将李香和张青的婚事给定了下来 因为对于李牧将来说 他不求女儿所嫁之人 需要大富大贵 只求女方能对自家女儿好就行了 过了好一会 辞别李牧将和李香后 张老汉等人便离去了 回到家后 看着眼前的女子 张老汉说道 儿啊 老话说得好 眼见未识 耳听未虚 幸好我们今日去李香家了 不然还真相信那些所谓的传言了 父亲说得极对 传言说李香榜大腰圆 事实是 李香只是稍微强壮一点而已 说李香言语粗鄙 可实际李香只是嗓门大了一点而已 通过今日之事 儿子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以后不是自己亲眼所见之事 一律不要轻易相信 张青接话说道 眼见儿子有所改变 张老汉欣慰地点了点头后说道 嗯 你能这么说 为父很开心 以后你就是有家的人了 不可再如以往那般 你乃是家中的顶梁柱 以后家里的重担 还需你来一间扛旗呀 嗯 父亲你放心吧 我会的 父亲 我想跟你学习捕鱼技巧 以后好赚钱养家 张青一脸严肃地说道 听到这话 张老汉久久缓不过来 过了好一会后 才只见张老汉 双眼微红 声音哽咽说道 好 你想学 为父就教你 你长大了 真的长大了 傍晚之时 张老汉便带着张青来到河边 然后给他说了一些捕鱼的技巧 可这时张青 却看着鱼网不解地问道 爹 为何你的鱼网网格那么大呀 网格小一点 能抓到的鱼不是更多吗 嗯 你说的是对的 可这样一来 我们抓到的鱼 也就有更多小鱼 但如果把小鱼全抓了 那以后 我们又能吃什么呢 所以 这也是卫父想要跟你说的一点 小鱼不要抓 即将要产卵的鱼 也不要抓 要是留有一丝余地 也是给我们自己留一丝余地 张老汉解释说道 听完父亲的话 张青这时也明白了 于是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对于张青 张老汉没有任何隐瞒 将自己所有的捕鱼技巧 全部传授给了他 这天张青捕到了很多鱼 于是张老汉便想送一点鱼 到李牧匠家去 毕竟那是自己未来的亲家 可不料张老汉才刚走到门口 就听见李湘怒斥说道 刘大麻子 你简直是痴心妄想 还想要对我动促 我告诉你 就算我李湘这辈子不嫁 我都不会嫁给你 听到这话 张老汉便躲在墙边偷听了起来 这时只信李湘又继续说道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也是敢想 救你 你就打一辈子光棍给你吧 在墙外 听到刘大麻子这四个字 张老汉不由得心头一颤 因为刘大麻子这四个字 可是附近方圆石里 人人皆知的一个名字 但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厉害 也不是因为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 而是因为他就是一个 人人避之不及的无赖 刘大麻子是个孤儿 因为自小没有人管 所以他打小就养成了 小偷小摸的坏习惯 因此 刘大麻子 如今虽已四十多岁了 但却仍就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 所以他如今还是老光棍一个 刘大麻子为人极为记仇 是属于狗皮膏药的那种 一旦谁被他盯上了 他就开始各众耍无赖刑警 直至最后达到他的目的 因此 对于刘大麻子 人人是唯恐避之不及 正当张老汉全神贯注偷听之时 就只听屋里的刘大麻子说道 李香 你嫁给那张青干嘛 我听说他只是一个一无用处的书生而已 你还不如跟我好呢 只听刘大麻子 话音刚落 李香便又怒斥说道 妄想 他再怎么不好 他也是我即将要嫁的夫君 所以请你离开 下次你若是再对我动手动脚 可别怪我翻脸无情 直接拿刀剁了你 听到这话 院子李锦接着就又传来刘大麻子 咬牙切齿的说道 李香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嫁给我 而是嫁给别人 那你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过得舒坦的 你知道这些年为何默认赶上门向你提亲吗 那是因为我在外面说你绑大腰圆 长得很难看 且为人粗鄙不端 我做这些就是为了能够娶你 可你现在竟要嫁给别人 我告诉你 妄想 说完 院子里就又继续响起刘大麻子的声音说道 李香 我还本想趁着你父亲不在家 然后对你用墙的来个生米煮成熟饭 可如今看来 怕是不可能了 但我告诉你 你一旦嫁给张青 我就肯定让你后悔莫及 话音刚落 就只见刘大麻子开了大门 然后生气的走了 但因为张老汉是躲在另一旁墙角的 而刘大麻子则是从另一边走的 所以他并未看见躲在墙外偷听的张老汉 见刘大麻子一走 张老汉便推门而进 而李香见到张老汉来了 则是急忙丢下手中的菜刀 然后流着眼泪说道 刘大麻子简直是欺人太甚 就会欺负我这手无腹肌之力的富道人家 转眼间 很快就到了张青和李香成亲的前一天 这天晚上 张老汉喝了点酒后 便拿着鱼网往河边走去 他想要多抓点鱼 好用来宴请明天前来喝喜的宾客 没到一会的时间 张老汉就靠着一张鱼网捕到了很多大鱼 可这时张老汉一抬头 却见有一人手持棍棒向他袭来 张老汉见此急忙往旁边一闪 就躲了过去 而袭击他的人 却因惯性一时收不住 直接就掉进了河里 张老汉急忙往河面看去 然后就想要将落水之人给救上来 可不料他刚一转身 却因一时没注意脚下而被绊倒在地 然后就晕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 张老汉这才晕晕沉沉地醒了过来 想起刚才之事 他急忙往河里看去 却什么都没看到 想了一会后 只见张老汉拍了拍脑袋说道 哎哎哎哎 看来以后不能喝太多了 都出现幻觉了 说完便背着已经捕到的鱼往家里走去 第二天张青大喜之日 张老汉乐呵呵地喜迎所有来宾 可只要细看 就会发现张老汉总是有意无意往门口看去 但事实他不是在等什么人 而是为了阻拦 爬会前来扰乱婚礼的刘大麻子 因为刘大麻子乃是各崖子必报之人 按理说张青今日和李湘成亲 他一定会过来乱场子的 但奇怪的是直到婚礼结束 都没有一人曾在张老汉家见过刘大麻子一眼 新婚洞房夜 看着坐在一旁的妻子 张青顿时心缘一马 想着赶快吹些蜡烛休息 可不料这时李湘却说道 相公我想吃鱼 听到这话张青一脸的错愕 此时正是洞房花烛夜 春宵美晨时 可为何妻子却要突然想吃鱼呢 见张青不畏所动 李湘继续说道 相公我想吃鱼 快去给你补鱼吃 我要吃刚补上来的那种 眼见妻子执意要吃鱼 张青只能无奈地拿起鱼网 便出去补鱼去了 次日一早 按照习俗 新娘子要和公公请安 可能这点李牧匠在家之时 已和李湘说过 所以一大早的李湘便端着茶 来到张老汉身前进茶 然后恭敬地说道 公公请用茶 接过李湘手中的茶 张老汉笑着说道 哈哈 好的 好的 李湘啊 以后 你可要和张青相扶相持 好好过日子啊 我昨夜想了一夜 我决定 还是搬到老屋去住 昨晚声音太大了 吵得我睡不住 一听这话 张青和李湘还想劝阻一下 敢见张老汉心意已决 于是便同意了 原来张老汉以前一直是住老屋的 但昨天乃是张青的大喜之日 于是张青便让张老汉搬到新房的偏房里住 张老汉也深知儿子是为了自己好 于是便同意了 可由于新房建好后 偏房一直无人居住 所以便有很多老鼠在那屋里 以及地底下安了家 对于昨夜张老汉的到来 老鼠们好像很不欢迎 一整夜滋滋压压 叫个不停 吵得张老汉实在难以入睡 老屋和新房虽在同一块土地上 但两者之间距离也很近 所以张青心想 既然父亲觉得 还是住老房子舒服 那边就由父亲的喜好而来 张青成家后 张老汉由于年纪大了 再加上身体已有顽疾 根本不能下地了 只能卧病在床 所以家里的重担 就彻底压在了张青的肩膀上 而李湘自过门后 非但没有一点贤惠之痒 相反还极为懒惰 有任何事都指使张青去做 每日把张青累得是苦不堪言 虽然张青心中 也不免有些许怨言 但毕竟妻子是自己看重的 也是自己迎娶回家的 所以张青也只能是 打碎了牙齿 往肚子里吞 幸好不久之后 张青悲苦的生活 终于迎来了一点希望 这天张青一家正在吃饭 李湘却突感恶心呕吐之状 张青见此急忙请来郎中 郎中经过再三诊断 最终决定李湘已怀有了身孕 得知妻子已怀有身孕 张青心里高兴不已 和张青同样高兴的 还有卧病在床的张老汉 可自李湘怀孕后 张青就更加疲累了 每日都不曾有过片刻之嫌 但对此张青又毫无办法 因为李湘动不动 就拿肚子里的孩子说话 张青受制于孩子 最终也只能乖乖听话照做 这天晚上张青刚忙活到深夜 正准备睡一觉 然后明日一早能有精神去捕鱼 可不料张青刚一躺下 李湘就晃了晃张青的肩膀说道 相公我又想吃鱼了 听到这话张青无奈地说道 今晚吃的鱼还剩一些 我去给你拿来 你等一会 我不要吃剩下的鱼 我要吃现在刚补上来的 新鲜的鱼 我跟你说 这鱼不是我想吃的 是肚子里的孩子想吃的 你看着办吧 要是孩子吃不到鱼 等会在肚子里闹腾了 万一出点差错 你可别怪罪于我 李湘有些生气地扭过头说道 闻言 张青只能强打起精神 然后拿起鱼网就去捕鱼 过一会后 张青捞起鱼网一看 只见鱼网里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可正当张青失望之时 他却见一脚还泡在水里的鱼网 好像有何动静 他拎起鱼网一看 只感觉眼前突然一片金光闪过 他靠近仔细一看 只见于网里正有一只金龟 要不是金龟的龟腿还在晃动 很容易就会让人误以为 这是一只真的由金子打造出来的乌龟 在月光的照影下 金龟全身金光闪闪 把周围的河水都倒影成了一片金色 煞是好看 虽然金龟的诱惑力很大 要是拿去卖哨说也能卖个几十两银子 但最终张青还是克制住了金钱的欲望 张青永远记得 父亲第一天传授给自己补鱼技巧时 父亲曾严肃的这抹对自己说过 儿啊 往后你要是补到任何稀奇古怪之物 你一定要将之给放生了 你要知道 这条河存在了这魔酒 它肯定孕育出了很多未知的圣灵 要是我们激怒了他们 那最后吃亏的也肯定只会是我们自己而已 想到这 张青青生说道 小金龟 你不要怕呀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这就将你从鱼王里解救出来 然后把你给放生 说完 张青就开始解鱼王 而小金龟 庞福也听懂了张青说的话 在张青解网的过程中 小金龟都不曾有过一栋挣扎 把小金龟解开后 张青顺手就将小金龟给碰到了水里 可不料 小金龟刚一进到水里 顿时就把水里映照的金黄一片 且水里还往天上射出了一道道金光 正当张青心里震惊不已 呆呆站在原地之时 金光里突然出现一身被金色龟壳的老者 老者看着眼前的张青 摸了摸胡须后笑道 我乃万清河的河神 也就是你刚刚所放生的小金龟 你和你父亲乃是心善之人 不该遭此劫难 故而我特意献身 想要试探一下你 不料你果真心宅人后 听到这话 张青连忙行立里说道 河神大人在上 收小民一拜 刚刚小民只是无心之举 若是有冒犯之处 还望河神大人不要见怪 说完 张青画风一专问道 不过不知刚刚河神大人所说的 我和我父亲不该遭此劫难 是何意思 难道我父亲会遭遇什么不测吗 看着眼前担忧的张青 河神缓缓说道 你儿子要杀你 准确的来说是你即将要出生的孩子 想要杀你 以及你的家人 小民愚钝 不知道河神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还望河神大人能够明示 张青急忙问道 嗯 不急 你且听我慢慢道来 你因为迎娶你的娘子李湘 所以你和你父亲在无形之间 就得罪到了一个名叫刘大马子的人 刘大马子心肠狠毒 本想趁你父亲捕育之时 偷袭你父亲 把你父亲置于死地 但奈何你父亲及时比过 相反刘大马子想害人不成 反倒将自己给跌入河中 然后溺水而亡 河神解释说道 说完 看着一脸震惊的张青 河神又接着说道 刘大马子死后 因怨气不散 所以就变成了鬼魅 他本想害你或你父亲 但奈何你父亲 平日礼机得行善 身上功德很旺 他根本就靠近不得 而你也受到了 你父亲些许的功德之力庇护 所以他也奈何不了你 但你妻子 李湘本就是一个寻常之人而已 于是刘大马子便附身到你娘子身上 以求报仇良机 啊 那我该怎么办 还望河神大人明示 求河神大人能够救我全家 张青哽咽着声音说道 嗯 我此番前来 就是为了此事的 刚开始 刘大马子的冤魂刚 附身到你妻子身上之时 还不成气候 只能通过 不断指使你去干活 然后让你疲劳而已 但他现在已附身到你妻子的腹中 胎儿身上了 他正借助胎儿的先天之气修炼 如若不对此加以阻止 待胎儿出生之时 你们全家都会遭遇劫难 河神说道 说完只见河神从身上飘出一团金光 然后就飞到了张青身前 张青伸手接住 只见金光顿时消散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玉佩 这块玉佩你贴身佩戴 它能助你一臂之力 关键时刻也可保你一命 河神看着张青说道 说完 河神从怀中掏出一颗丹药 须之一谈 丹药就飞到了张青身前 张青见此急忙接住 这颗丹药可让你父亲要到病除 严您一受 去吧 去吧 河神刚说完这句话 金光就慢慢消散不见了 河神也跟着消失不见了 看着消失的河神 张青旁扶想到了什么 怒气冲冲的就往家里跑去 李湘信向公已回来 很是开心 可当看到张青双手空空后 李湘便目不可遏的大骂说道 让你去抓鱼 你去干嘛了 我怎么就嫁给了你这磨一个没用的东西呀 不等李湘说完话 张青大骂说道 闭嘴 留大麻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 识相的你就赶紧从我娘子肚子里出来 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 张青话音刚落 只见李湘顿时旁扶 像变了个人一般 一脸猥琐的哈哈大笑说道 哈哈 看来你都知道了 不过纵使你知道了 你又能卖我喝呢 李湘这句话刚说完 只见张青原本佩戴在胸口的玉佩 突然飘了出来 然后往李湘飞去 玉佩刚飞到李湘身前 玉佩就爆发出了夺人的金光 随之而来的是李湘的惨叫 那声音虽然是从李湘的嘴里发出的 但声音粗犷 一点都不像李湘原本的声音 反倒是很像男子的声音 过一回后 惨叫声慢慢响了下来 然后玉佩金光突然消散 再接着玉佩就掉到了地上 顺时被摔得四分五裂 与此同时 李湘也无力地往后摔去 幸好张青眼疾手快 及时上前将李湘给扶住了 过了一回后 李湘终于晕晕晨晨地醒了过来 但却对之前的事已经记不清了 只是模糊之中 好像自己很对不起相公 看着妻子醒了过来 张青很是高兴 轻声说道 末是的 你只是生一场怪病 然后晕过去了而已 以后都默示了 事后 张青将药丸给父亲扶下 不料 竟真的将张老汉的丸疾给治好了 张老汉才刚扶下 药丸不久 就可以下地行早烂 庞扶浑身 有始不尽的力气 而此后的李湘也一改之前的模样 变得极为贤惠和温柔 几个月后更是还为张青生下了一个儿子 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 截眼 善恶皆有报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偷情师母 算命先生 三更时刻 你必死 在唐朝的时候 赌博可是律法禁止的 在唐代 对于聚众赌博者 不但要打一百板 还要没收家里的 福财 唐玄宗时期还有规定 在家里开赌方的 赢的钱要以偷盗论处 宋朝虽然是赌博风气最盛的一个朝代 可也是对赌博的处罚最严厉的时期 虽然宋朝中文轻武 刑不上代夫 但一旦被发现赌博 有掉脑袋的危险 但是在连平县 有个叫宋金宝的宋尖鸭 平日除了饮酒成性 还经常出没在各个赌房里 就在这一天 宋金宝被乐天坊里的人给轰出来了 原因是 他已经输光了 他这个月的所有奉务 想借钱再赌 可是他上个月签的钱还没有还 乐天坊的人怎么肯再借给他 宋金宝一个亮枪没有站稳 就被推倒在地 宋金宝拍拍身上的图指着乐天坊的牌匾 破口大骂 老子明天就让人断了你这次的财路 那方里的人听到这样的话就哈哈大笑 因为听这句话已经不止三两次了 方里的人随即就进去了 宋金鸭本来还想再骂鸡具 可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于是他也就匆匆钻入人堆里了 他来到一个酒房里 拿起酒就准备走 店里的小二已经见怪不怪了 店里的掌柜带着哀求的语气说着 宋金鸭你每日路过都提一壶走 这不给钱不说还拿上等的酒要是再怎么下去 我这酒方池早要关门歇业了 宋金鸭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那掌柜的是想现在歇业还是想继续开住 那掌柜的拱手弯腰说道 那当然想继续开住了 毕竟家里还有黄口需要养活 宋金鸭瞥了一眼掌柜的提上酒就走了 边走边喝着 原来这酒房的掌柜的因为在酒里兑水让 宋金鸭查到了 掌柜的为了避免获罪 只好拿些银两贿赂宋金鸭 可是没想到这宋金鸭欲喝难甜 拿了银两不说还要白拿掌柜的上等好酒 宋金鸭一边走着一边喝着 正好走到桥边酒也喝完了 他随手一扔将酒坛扔到河里 等过了桥这边发现柳树底下围了一群人 宋金鸭平日也爱凑热闹 所以也跟着凑了过去 原来柳树下有个算命的瞎子 听算过的人说可灵验了 宋金鸭看到他挂的翻左边写住 尚算前世因缘 夏宴福获富贵 右边写着 左边若是布林 从此金盆洗手 那个瞎子嘴里还说道 布林不要钱 宋金鸭心里想住 这几天手气不好 不如让瞎子给自己算上一算 管他灵验不灵验 到时候不认账不就可以不掏钱了吗 于是宋金鸭推开 正在让瞎子给算命的人 自己撸起袖子坐上去了 这刚坐上去 宋金鸭还没开口 瞎子缺开口了 抱歉这位官爷 你我不能算 众人都惊叹不已 这宋金鸭还没说自己是谁 有事做什么的 这瞎子却先到处来的 宋金鸭用手在那瞎子的面前晃了晃 看到瞎子的反应 才确认是真瞎了 为时磨呀 别人的都可以算 就我的不行 难道说你是在框我 怕我耍官威不给钱 那个瞎子掐着手指说 官爷的命难算 宋金鸭把袖子捋得更高了 把自己身上剩下的所有的钱都掏出来 拍在桌子的上 宋金鸭偏不信这个鞋 非要让这个瞎子给自己算 瞎子却说 算命的有三不堪 其中之一就是生死不堪 宋金鸭却说 没事 你放开了说 我不忌讳 算命的瞎子 看宋金鸭如此坚持 于是就向宋金鸭要了他的生辰八字 官爷财路是正常的 但是你的命路将要到头 宋金鸭一听 带着疑问的语气问 何年 何时又何处 算命瞎子知道宋金鸭不信 便说三更天 白不穿 宋金鸭一听就不乐意了 说着瞎子招摇撞骗 借着酒禁就扬言 要为民除害 说着就掀翻了桌子 把算命的番也给折断了 还要把算命瞎子带不起来 捉拿归案 幸好此时过来机位认识宋金鸭的官员 及时制止了他 并且说都是江湖术士 也是为了混口饭吃 又是何必呢 宋金鸭这才不闹了 其实他也根本没有想把下子逮捕了 与其逮捕他还不如举报酒房的掌柜的呢 他只是想赖账 旁边的人为石膜没有邋遢 一是怕惹祸上身 二是心里也知道这宋金鸭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瞎子平淡住 听住刚才的动静 那几个官员留下一个帮算命的处理一下现场 剩下的就帮宋金鸭拉回了家 临走时 瞎子又说了一句 本是夫妻同林鸟 不幸以西境先飞 回到家里 他的妻子连忙给他更衣 又跪下来给他拖鞋洗脚 生怕哪里做得不好 或者动作慢了 又是一顿挨揍 而他的丫鬟则是慢慢悠悠的 臀部一扭一扭的走到他的身旁 手里端着给他醒酒的茶 可是他哪里不知道 只要自己站在宋金宝的面前 他就能立刻从酒精里醒来 又瞬间被自己这个酒给灌醉了呢 原来这个丫鬟叫平儿 是宋金宝在醉春楼里赎回来的 平日在醉春楼里没少伺候过宋金宝 那天宋金宝拿着自己妻子的嫁妆去把平儿给赎出来了 于是平儿就去了宋金宝的家里当了丫鬟 平儿就问他为何喝得这样醉 又为何回来就显得一脸不痛快 于是宋金宝就把今天发生的事都跟平儿说了 平儿听完后也在骂那个瞎子 甚至还说现在就找他理论 宋金宝一把拉住了他细枝嫩柳的手说 明天再去也不迟 又转向他的妻子 并且换了个语气 今天算命的又说你出轨了 你说实话可有此事 他的妻子极力地摇着头 并且用手发誓 如有欺瞒夫君 愿无雷轰顶 宋金宝看到他这样说便没有计较什么 于是跟他说 我饿了 平儿站起来说 家里还有点剩菜饭 要不我给你热一热 他的妻子宋氏抢住说 不行 那些剩饭菜不合夫君的胃口 而且他现在又喝醉了 你去再给他熬点醒酒汤 我去重新给他买点熟菜回来 顺便再买一点 可以补充水分的水果 说完就收拾一下出门了 平儿刚想出去熬汤 就被宋金宝一把搂在怀里 平儿挣脱不开 只好任由宋金宝撒野 宋金宝舒服之后 平儿也收拾一下 就出去熬汤了 等汤熬完之后 宋氏也正好回来 宋金宝吃饱喝足之后 就去睡了 而宋氏便和平儿说 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 要不咱俩今晚就在这里守着吧 我怕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这日子也末发过了 虽然平儿内心里是极不情愿 而且自己在刚才已经筋疲力尽了 但是毕竟是主仆关系 更何况宋金宝也不在 如果宋金宝有什么意外 自己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所以他还是答应了宋氏 但毕竟是年轻的人儿 几次都在快睡住的时候被宋氏摇醒 最后终于挨到了第二天天亮 宋氏赶忙跑到内屋里去看看宋金宝是否安然无恙 突然从屋里传来尖叫的声音 平儿慌忙地跑过去 发现宋氏倒在床边 嘴只哆嗦 脸色惨白 平儿跑到宋氏的旁边 问他怎么了 宋氏指着床上的宋金宝 死 死了 平儿赶紧站起来 走过去看看 用手指在宋金宝的鼻子停留了一会儿 果然已经死了 平儿顺着宋金宝的身子看下去 并没有刀伤也没有被勒的痕迹 更没有中毒的现象 唯一有点意象的就是宋金宝的肚子是隆起的 平儿是知道的 宋金宝身材不胖 更没有肚子 为何这时肚子会隆起呢 正当平儿想掀开被子一探究竟 突然从后面传来被子打碎的声音 他往回一看惊死 宋氏要割腕自杀 平儿赶紧上前阻止 安慰了好一会儿 宋氏才打消念头 两个弱女子料理完宋金宝的后事后 就在一起作伴生活了 过了宋金宝去世白日后 这天有个媒婆敲响了门 宋氏赶忙开门 原来是巧婆呀 快请进来 媒婆随后跟着宋氏进屋了 结果平儿递给的茶喝了一口 就说明了来意 宋氏叹了一口气说 虽然我夫君去世已有些时日了 可是我这个年纪了 谁还肯要我 我已经是黄脸婆了 再嫁或者不嫁已经没有什么了 只是可怜我这妹妹 宋氏朝平儿走了过去 拉着她的手 对媒婆说 巧婆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我求你一件事 给我妹妹寻个好富家吧 多少钱我都愿意 我也愿意把我的积蓄 全部都当做妹妹的陪嫁 平儿这一听 心里可高兴了 其实她早都想离开此地了 如果不是平时的银两 都放在宋氏那里 自己早都带上干粮和银两离开了 不行姐姐 我走了你怎么办 我放心不下你 我没事 你是嫁过去 又不是卖身回不来了 想我拾大课回来 姐姐一直在家里等着你 平儿想再说 宋氏给她使了一个眼神 便不再说什么了 媒婆看在眼里 也知道该为谁说没了 她此时正好有个人选 于是她跟宋氏说了 新人在洞房前不能见面 只能请宋氏 你这个当姐姐的 跟我走一趟去看看南方 宋氏也同意了 回来之后 跟平儿说南方是怎么样的好 家里虽不是富贵人家 但是不至于自己做活铁补家用 不仅如此 男子长得不比宋官人差 经宋氏这样一说 平儿瞬间招架不住了 宋氏也看出来了就问 妹妹意下如何 平儿低头浅笑 全凭姐姐做主 所以平儿就顺当地 嫁到了南方家里 可嫁过去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与宋氏说的完全相反 原来这个男子 是歪脖子树下的赌徒张三棍 这张三棍一身的臭毛病 听说为了钱把自己的老婆 卖到了其他地方 而且脾气暴躁无常 同样平儿嫁过去墨基天送侍给他的银两 都让张三棍给赌完了 张三棍听赌方里说 自己的妻子原本是最春楼里的樱花 这下他觉得自己发了 他把平儿反锁在屋里 他通过让平儿出卖自己的身子来换去赌钱 有的债主不要钱 反而要进屋里春宵一刻 有的则给钱 屋里传来凄惨的叫声 屋外却发出树前的笑声 这一天晚上 张三棍出去和朋友喝酒 平儿再也熬不住了 就用头撞破窗户 他本想一头撞死的 没想到老天开眼 让自己撞出一条活路 他逃出来之后 就往宋氏的家里跑去 正当他要靠近的时候 发现一个黑影进屋了 他悄悄地走到窗户旁边 用手指捅破了窗户纸 然后用一只眼睛去看里面的情况 屋里还亮着灯 屋里除了宋氏 还有一个男的 只不过平儿没有看到那个男子的脸 接下来的一幕 让平儿大吃一惊 也因此差点送命 原来平儿偷听到屋里两个人的对话 知道了宋金宝不是平白无故的死 而是被人杀死的 当平儿听到是宋氏 只是别人杀死宋金宝 又说也是和媒婆串通好姜皮儿嫁给张三棍的 直接对着窗子大骂 你的心好狠 屋里的人听到外面有声音赶忙跑出来了 宋氏看到是平儿 慌忙地安慰他 平儿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听到的那样的 平儿堵住耳朵 表示不听 还狠狠地说 我要报官 我要你们这对狗男女烂在大街上 那个男子一听感觉大事不妙 就一个跨步上前 用手掐着平儿的脖子 把他抬起来 平儿本来就不想活了 他也没打算反抗 可是从后面来了一群人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张三棍带着他的人 原本张三棍是要跟他喝酒的人 一起回自己家的 可是到了家里 发现平儿破窗而逃了 可是张三棍看着地上有血 于是就顺着血迹的方向 找到这里的 众人献了这场景 差点闹出了人命 于是就报官了 在衙门上 平儿把自己听到的都说给了县令听 突然平儿若有所思了一会儿 县令问他可有其他证据了 平儿大喊 宋金宝就是证据 他的肚子 他的肚子里有东西 宋氏一听这话 顿时脸色大变 县令也看出异样了 于是就让人挖了宋金宝的坟墓 进行验尸 本以为过了那么多天了 尸体该腐烂了 可谁曾想到尸体不仅没有腐烂 而且还有一丝丝血色 这更令人心生可疑了 果然经过验尸发现 宋金宝肚子里有条死掉的毒蛇 县令听过之后 问宋氏招不招 宋氏喊冤 县令就下令严刑拷打 最后宋氏招架不住招了 说自己本来与宋金宝安爱有加 可半路里却出来个平门 打那以后就对我另眼相看 他以前脾气是臭了点 可从来没有对我拳打脚踢过 而且他还收留了流落此处的张思 但是自从他有了豪赌的嗜好 每会回来我都少不了一顿挨揍 张思可怜我 每次不仅替我求情 还是后替我涂药 久而久之我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 宋金宝去醉春楼就算了 还拿我的嫁妆去输一个贱皮子 从那以后我在家里的地位更低了 每每都是心伤覆盖酒伤 酒伤还没好 心伤就来了 而张思拜宋金宝卫师 想住有朝一日能摊上一官半职 可是没想到的是 宋金宝给他安排去到夜乡 所以张思对宋金宝怀恨在心 那一日晚上宋氏找到了张思 并且跟张思说了宋金宝算命的事 张思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就想着法子要杀了宋金宝 而且是不犯法的 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手艺 原来张思在流落至此之前 和江湖术师学过驱舍的法子 要不是那一次失误了 他也不至于流落逃荒 所以就在那天晚上 他又重操就业 结果了宋金宝的生命 宋氏又狠这个英女平儿 所以就将他嫁给了张三棍 事情大白之后 宋氏和张思得到了应有的罪行 而张三棍因为赌博和用自己妻子 进行不正当的交易也入了狱 后来听当地的人说英女平儿 背着宋金宝的尸体跳入火坑里了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